Hello 我又来的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买过苹果的产品先生的某个产品 没错 它就是iPad Pro 12.9 屏幕大 续航好 外放更好 今年的12.9还有miniLED 那如果我说其中大部分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呢 首先 12.9寸的电池比11寸那是自作大的三分之一 那它的续航一定很强吧 然而并没有 官网上面就写着它俩的续航就是差不多的 根据现有的续航测试和我自己的实际体验 它们的续航也确实没有多少区别 想跟MacBook Air摆手腕那是不存在的 而且电池大了三分之一 但充电功率直达了半路会慢很多 没几个小时是变想充满了 而且听很多朋友说iPad很怕的 暖暖的时候可能两个多小时就能充满了 必须是它充电的时候 还得放进被窝里面暖一暖才能充进电 南方人好像没有这个烦恼哦 外放和iPad Pro 11笔 甚至和小米平板笔 并没有拉开很大的差距 考虑到它这个尺寸还有点意外 而且接近700克的重量 比11寸足足重了50% 建议还是不要带后壳了 1.3公斤 如果要是想轻半功 要么零零三三一大堆 要么 这不还是重 不过啊 用了一段时间12.9之后 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板 假如你恰巧在纠结11寸和12.9寸 而且没有辅导可以全都要 那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周围就有不少买了iPad的朋友 他们决定买iPad的原因 一般都是记笔记啊 画画 看文档 或者是凑凑游戏 总之就是那些用手机不舒服 用电脑又不至于的需求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 会想用iPad来做一些文字工作 如果有的话 那我必须要说 12.9才是永远的深 之前我用11寸妙控键盘的时候 就总觉得 嘶 怎么怪怪的 但又不是手感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 哦 好家伙 原来11寸的妙控键盘 不是标准尺寸的呀 就是想那么一咬咬 打起自来就很难受 是真的能感觉得出来的 而12.9寸的键盘和MacBook 是一样大的 甚至手感它要比笔记本要更好一些 打打字是真的很舒服 不过拿iPad来办公 简单的可以 如果想用它代替笔记本工作的 除非你的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轻度 轻度到差不多 打个字的这种程度 劝你还是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至于写写画画 我觉得板子大一点 确实是舒服很多 有时候我需要画一些图 在11寸上面 不放大又不够精细 放大了之后又看不到整体 写个字也很局促 12.9就宽余很多 不过这个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 要去店里面试一试 三个尺寸的iPad 看看哪一个写的 才是最舒服的 也未必是越大越好 你的桌子够不够大呀 写的东西够不够杂 经常是带出去呢 还是比较固定实用 甚至是你的爪子有多大 臂展有多长 平时做的姿势是怎样的 这些都会有影响 这就好比有三只一毛一样的切笔 一个是做视频创作的 一个是喜欢抱着板子看视频的 另一个呢 就只想玩玩音游 创作笔记就觉得12.5的打小很舒服 而且还有miniLED 墨语笔记就会觉得12.5太大太重了 音游笔记就挑了够用就好的iPad mini 这其实是一个有关于 人体和空间尺度的问题 好可以打住了 众所周知 绝大部分的iPad 最后都会变成 视频播放器和游戏机 成天生产力生产力完了之后 总要想一下 想舒服一下 得舒服吧 就算iPad基础款也配了笔之后 其实所有的iPad 在生产力方面的能力是差不多的 图图画画没有问题 文字工作也勉强可以 但是有些东西 确实是有高侠之分的 iPad基础款 屏幕没有抗反噬涂层 抛开适时不谈 这还不如Switch OLED屏幕 不但人间还是全体和平 iPad Air的主要提升了屏幕 扬声器变成了立体声 而iPad Pro 11 在Air的技术上 又加上了高刷屏 和好的多的扬声器 21年的12.9寸 又加入了Mini Lite屏幕 这就又有点东西了 比很多手机都要高的亮度 加上苹果完善的格式支持 加上苹果的屏幕调校 再加上12.9寸的尺寸 说它是最强平板屏幕 是没上毛病的 借这个机会 顺便跟大家聊聊 HDR在电影里面的意义吧 HDR更亮 其实不完全是 很多时候对比HDR和SDR的视频 里面就会有小伙伴说 好像SDR的画面更好看 嗯 确实 HDR又爱 又看不清 SDR反而清清楚楚 这其实是因为 它就应该这么爱 而电影里面的氛围 就更需要HDR了 比如说 这是一个傍晚的画面 SDR的视频里面 看起来就像是下午 HDR就有那种 昏昏沉沉的感觉 这是为啥呢 这这么一张简简单单的窗户 它的亮度差异 足足有12万倍 这是普通的SDR视频 亮度范围是0到100 这是HDR视频 范围是0到1000 区区一板一头的区间 根本不可能真实的表现出来 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亮 下午的时候这么亮 晚上的时候这么亮 非要压缩到普通视频里面的话 那要么灰蒙蒙 要么把亮度重叠起来 那我们看到的感觉 就好比春夏秋冬 没有春秋 只有冬夏 诶 这不是广东吗 言归正传 12.9寸的娱乐能力和办公能力 比iPad Pro 11略强 但又比MacBook便携一点 可能就会有些朋友觉得 啊不是 12.9能做的 我11也能做啊 你就大一点点吗 有点微妙 算数字上看上去好像差别不大 实际上12.9寸大了40.5% 肉眼上的感觉就像是 数字9公格换成了26件那么爽 其实它和MacBook Pro 去到刘海之后差不多宽 就是窄了一点 如果你恰巧还拥有一台MacBook 这随行的体验 几乎就是那种无缝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 它只比MacBook Pro窄了一点点 所以打字还要刷网页的时候 反而还更舒服一些 而且iPad还能用 App和蜂窝数据呢是吧 我刚刚把它们俩都升级了一个 Beta版 然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第一个呢 这是更新了一个 可以控制键盘背光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我就发现了 灯打开了之后呢 这个Magic Keyboard 它就自动把这个背光给关掉了 在更新这个功能之前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个键盘的背光 居然是根据红镜光来控制的 然后就是这个 连接键盘和鼠标 只是12.9 这是个啥呢 一开始我也没搞懂什么意思 然后发现它是这样子的 包括像拖拽文件啊 然后导塑图片来 这些东西都很方便 而且延迟很低 然后这个反过来呢 它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哎一样的 拖回去 虽然说华为之前就有这个功能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挺好用的 它们两个呢 也各有优势 就这个iPad 它这个延迟就比较小 华为那个胜在功能比较全 小伙伴们觉得咋样呢 如果你真的在纠结iPad Pro 12.9和iPad Pro 11 不如想一想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 HDR的效果真的很好 屏幕大 看视频 打字位和写字真的会宽松很多 你在不在意这一些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些都不错的话 也要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它不能用来搓游戏 也不适合抱着去刷具 之间的说 12.9是不可能长时间戴在手上的 12.9寸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面去改变什么东西 它终究只是一个大一些的iPad 而不是更小的笔记本 如果决定购入 我这台女生自用一手正品 九有心iPad Pro 12.9 当时买了6200块 其实价格也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 那我是千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